我就穿得好好的出门了之后我就拿了一件防晒衣 我就把那个长款长款的防晒衣套在了那个旗袍的外面 我不习惯我不喜欢穿很紧身的衣服 很修身的衣服 我就觉得很我就觉得修身的衣服就感觉不一样 因为年轻多穿呀 谢谢啊 感谢姐姐和阿姨们真的非常的感谢 谢谢你们的夸奖 我觉得你们有什么问题 直播间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 因为今天的话我这个时候还有两 就两个小时可以给家人们多聊聊天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聊 我去年啊 家人们我去年我都是穿衣服很死板 就是我只喜欢穿一种风格 就是一条牛仔裤 一件体恤 我就一直从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今年三月份开始小胡 我经常下班了之后我就和小胡去逛街 小胡就说我求你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看牛仔裤了 你可不可以 然后他每次他就看到那种店里面那种体恤 他说今年 他说你看你的风格又来了 我就知道他意思就是让我多穿一点各种风格 小胡就夸我 他就鼓励我 他就说 他说你现在这个年龄 你要什么风格你都要去尝试 他说你要多尝试 他说以后等你三十多岁四十多岁 你想尝试年轻人的风格的话 你就是想穿的话都穿不出那种味道了 然后我就一直都不喜欢穿 我还是不习惯 然后上一次叶总他们去给我买了一件旗袍 我还是第二天他就叫我去穿那个见他的朋友 我就穿上了之后 我就感觉怪怪的全身就是修身的那种 你们知道吗 就很修身 旗袍是很修身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带了一件防晒衣出门 我到了外面我就感觉不习惯 我就穿了防晒衣里面穿的旗袍 就感觉好奇怪 气泡很好看 气泡呀 我也不知道气泡好不好看 我是没有穿过 我今年是第一次 牛仔裤腰扫穿不卫生 真的呀 牛仔裤怎么可能不卫生呢 你已经快40的人了 这个黑粉价 你们看见没有这个英文 这应该是个年轻人 就什么 Y-A-N-Z-I-L 你说我是快40 你说我快50 我都不会生气 知道吗 那是因为你说话喜欢伤害别人 但是你这样说我 但是我不会说话伤害你 你说我快70快60 我也我也不会生气 因为那是你的嘴巴 我控制不了你的嘴巴 那是你爸妈教你说话的 那是那是你和你的爸妈品德有关系 知道吗 你这样说我也不会骂你的 我也觉得谢谢 其实 旗袍优雅呀 哎呀 旗袍很少穿 但以后我会多听直播剑姐姐和阿姨们的建议 多穿一点什么旗袍这些 但是真的 今天你说说的太对了 谢谢啊 什么风格都尝试 我给你们直播剑姐姐们说啊 我这辈子我都没有穿过高跟鞋 我们家乡穿高跟鞋笑死人了 我们家是那个泥土啊 那种泥土 你的心态啊 我心态很好的 我也直播我也不会说别人 我就是和家们聊聊天 大家开心就好 我也不会去就是 哎 就是说不开心的 我们聊聊开心的 心态好生活才会好 对不对 如果你每天催头上气 你又天天觉得啊 这个自己 自己这人 自己那人 然后的话就 你的心思放在这上面的话 你永远都不会好 人的心态就决定你的生活 你的心态好 你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就像我以前 我生活前几年 我的生活很苦 就是我没有任何的靠山 就是我看到我的生活 我每次我就觉得 自己再怎么努力 就就是没有一点收获 但是我的生活 就是挣一点花一点 挣一点给家里一点 一直这个样子轮回 就有的时候会很累嘛 但是这个时候 我也不会放弃生活 我也不会去抱怨 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环境 我只会觉得 我有责任 我有我的母亲 我必须要去奋斗 我有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他们给不了我什么 那我就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拼搏 我就各种兼职 各种去面试 各种去参加表演 各种去培训班上课 就是我不会花时间去 给自己时间去一些负面 负面的一些状态 知道吗 如果一个人你长期 你的心态是处于负面的话 你永远你这辈子 你这辈子你都会觉得 生活见不到关 因为你的心里面 你的毅力 毅力就是 就是会觉得啊 我永远不会好 那么你就会一直不会好 这样子上一次 叶总给我看过一本书 我觉得我的成长挺快的 那本书叫做 道神和夫的那个活法 我从来不喜欢看书的 真的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 我从来不喜欢看书 然后叶总他给我 三本书 一就是道神和夫的活法 那本我是看完了 还有心法 还有一个什么法 我忘了 还有一个什么法 我是忘了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活法里面 有个道神和夫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 我干法呀 反正我把活法看完了 心法我看了一半 所以真的 你看那种 就是道神和夫 这么伟大的人 对不对 他都里面他说了 很多很有道理的话 其实我觉得 看到看书的时候 家人们 就是以前 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看书的 但是我发现叶总 他每天都要抽个一个小时 他每天早上一个小时 他就拿着一本书在那看 然后他就让我 他说 今年 他说 你想不想 如果我告诉你 你想成长得很快 你一定要看书 我从小 真的 我给家人 不怕家人们消耗 我不喜欢看书的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本 活法 心法 还有一个什么 反正活法和心法 活法我看完了 心法我看了一半 然后呢 就是看了之后 他真的 就是从别人的 看了书 你从别人的经历里面 你可以走很多 很少的弯路 真的 你会走很少的弯路 就是别人经历的呀 就比如说 你的嘴巴 就是你的命运 这句话说的 我觉得 说得很对 就是比如说 你嘴巴天天都是 慢慢捏捏 慢慢捏捏的 你这辈子 你就是那种 唠叨性的人格 如果你的嘴巴 就是 为这个 可以帮助到别人 然后就是 说话很温和 那别人和你相处起来 也是很温馨的 你也可以给别人 传递正能量的情况下 那么你交的朋友 也是正能量的 这样的话 你们在一起 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 乐观的 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嘴巴 每天就是 我不好 我不行 我好 我又怎么了 我又 我这辈子又怎么 那种的话 你就会越来越不好 因为你看不到光 知道吗 所以的话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经常说我心态好 其实的话 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现在才二十来岁 我的心态可以 有直升飞机 家人们 这儿有个直升飞机的基地 所以有点草 希望直播间的家人们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可能会草到你们的耳朵 这个地方确实有点草啊 然后的话 就是很多 家人们就说 几年你的二十多岁 心态怎么这么好 说实话 我就是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的懂事都是 有句话就是 穷人家的孩子找大家 前天我去见了叶总的一个朋友 他就说几年 你看 网络上这么多人喜欢你 这么多人支持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我长得这么普通 我说网络上漂亮的女孩子多得去了 真的太多了 然后那个大哥就说的是 他说确实漂亮的很多 但是的话 他说你给人感觉 他说不仅是现实中 他说在网络上和你接触起来 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就是他说这个东西的话 是从骨子里 他说他就夸奖我嘛 我说你真的夸奖吗 当然他说我很懂事 说实话 就是 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年纪 很多女孩子都还在妈妈的怀抱 每天伸手 伸手 像家里的人 要一些资助什么的 我从十五岁 我就意识到 我不能去伸手了 我就要靠自己了 所以在这个 虽然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从十五岁 很多苦那种是嘴上说不到的 就每天二十四小时 你都不知道怎么度过的 咬牙坚持 累了 身上累到疼痛了 都不敢放弃生活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相信老天不会辜负一个 努力上进的姑娘 所以我就拼命地埋头苦干 这大学几年 真的就没有好好上过大学的感觉 一边在校外兼职 一边上学 这就是真的 你毕业一年之后就碰见叶总 你说这缘分呀 家人们 这就是可能是老天安排的吧 他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啊 我确实不配 不配就是叶总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两个事件的 我经常给 我包括 就是他身边的朋友呀 一起吃饭 我都说 我和叶总真的是两个事件的人 真的 两个就是你看 他圈子和我的圈子完全不一样 我的圈子 他的圈子很多 就是高人 也有很多贵人 我的圈子 我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我比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任何人都普通 但是 能有今天这么多人支持我 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 是记了什么得呀 家人们 谢谢啊 感谢每一位 真的有直升机的声音 有点吵 但是 我还是希望多和直播间 家人们聊聊天 这声音确实有点太吵了 大家理解一下 因为旁边 好像说有一个直升飞机基地 所以你看去年 我出来 我说实话 我从来不吃那个 我跟家人们说 那个大 大杂蟹吗 那个蟹 那种什么蟹黄什么的 那种 我从来不吃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 怎么去搬开来吃 真的不怕你们笑话 叶总就是 他就是用剪刀 教我怎么剪来吃 然后中间怎么搬开去吃 我以前从来不吃这种东西的 所以的话 你看这现在 虽然我觉得 家人们 真的 环境变了 但是我觉得 我的粗心不会变 永远都不会变 这么多年都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 昨天苦 今天 今天就好 过上好日子 我永远都懂得 人要懂得感恩 我感恩 遇见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也感恩遇见 你看 他把我 就是他的记录 把我记录出来 这么多人喜欢 让这么多人发现我 对不对 没有他 也不会遇到这么多家人们 我也谢谢平台 平台对我的认可 就是包括 你看平台也是 每次开播 都是几十万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还有的话 包括我也 就是永远感恩 我的亲朋好友 我的家人 我的小姨 我的小姨 我的姨妈 我的姨妈 他们 我的舅舅 他们都是很心疼我 我今天 就是慢慢的 越来越好了 我的家人 也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的话 我也要 更加的努力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非常的优秀 我靠自己的能力 有一番自己的天地 我可以帮助我的亲人 我可以帮助我的舅舅 我可以帮助我的姨妈 然后 就是我希望 以后我 因为现在我和叶总在一起 很多人就说 你怎么不把你的父母 戒在身边 什么什么的 虽然我知道 他很爱我 家人们 就是叶总 他对我很好 但是 我们两个之间 我不能 就是 我和他之间 我不能因为他对我好 然后我就 我就就是说 我的妈妈也要接过来 我们家人又要这个 我家人又那个 那 那就是 我如果是那种人的话 就太贪心了 所以人要懂得分寸 我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虽然他很优秀 所以的话 我应该 不是因为他优秀 我就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并不是这样的 别人今天的成功 和他自己有关系 也不是靠运气 他也肯定是 一步一步爬起来 一步一步的经历了 就是 才有他的今天 才成就了现在 对不对 我不可能认识他 我就马上得逞 他的东西 就是我的这种心态 就是有点问题的 我应该 觉得很亲近的是 我身边有这么优秀的人 我应该去学习 他的为人所事 他的三观 他对别人的态度 对不对 包括 他的一些善良 他的一些格局 帮助社会 帮助他人 就是爱身边的人 我觉得 真的 就是你要 如果一个人 你想自己 就是你越来越好 首先 心态要摆正 不然的话 真的就每天 会过得很累 所以我觉得 越简单 越幸福 我希望 我希望 就是 家人们 我现在 我真的 我 也自己 确实 啥也 不是 也不是 就是什么的 真的 确实什么的 也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也希望 直播间 姐姐和阿姨 们 从3月21号 关注我到现在 到以后 我希望你们 能见证我的成长 我也希望 很多 很多姐姐和阿姨 经常给我分享 今天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你看人家那个姑娘 她现在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很优秀 什么什么的 就很多阿姨 会经常给我分享 谁谁谁 很优秀 你要去学习别人 我都会 放在内心 我会去看 真的 我不可能一辈子 我就 去 靠她 是不是 这样 就是 就是 肯定要 自己 靠自己 才是最踏实的 你看我 我还有这么多家人 我的家人都很普通 很平凡 我如果想改变 我的家人 我只能 先 从 自身开始 我改变自己 我才能 有那个能力 改变我的家人 保持粗心 放得始终 你看了什么书 我觉得 如果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你们想看书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真的可以去看那本书 叫做 道神 和福 道顺和福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成长 人生成长 已经 达到了 百分之三十 真的 这本书真的 让我成长了很多 你们有些时候觉得心静不下来 或者很累 或者说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可以去看这本书 你真的 你会静下来 你的关注点 永远是自己 你会 别人 不管再好 再怎么的 别人的 别人的 任何东西 和你是没关系 你 做好自己 就是 做好自己 把心 把心态放正 你 把关注点 放在自身 自己的身体上 包括关注点 放在自己上 你就会 感觉到 会有很多 内容 今天穿 那个衣服的 领子 欢迎直播间 姐姐和阿姨们 欢迎直播间的 姐姐和阿姨们 谢谢几年的分享 什么都愿意 给我们分享 你们也是像我的 有的时候像我的朋友 有的时候像我家人 我觉得 对我有帮助的 如果能够 帮助到你们的话 我觉得 挺好的 对不对 这也是